哈囉,大家好,我是檸檬卷! 今天的你能答對幾題系列,我要帶大家來聽一些比較奇特的動物叫聲 等下我會先播動物的叫聲 如果你聽完之後就可以答出這什麼動物的話,你就可以得到兩分 如果在我給了提示之後答對,那就可以得到一分 滿分二十分,看看你可以得到幾分呢? 首先第一個是這個聲音 這個聲音乍聽之下覺得很低沉,感覺很像什麼大型動物之類的 但其實它是一種很可愛,家裡也可以養的動物喔 特別是在它很爽的時候,它會發出這樣的聲音 對,就是貓咪 有養貓的人一定有聽過貓咪puring,也就是呼嚕聲 其實我在養貓之前,原本以為貓子會喵喵叫 根本不知道他們會發出這樣的聲音,覺得還滿神奇的 再來第二個是這個 這個聲音感覺以前好像有在動物園聽過 聽久會覺得有點恐怖,好像感覺它要生氣了 那我給一個提示是,它可以很多天不吃東西 然後有沙漠之舟的稱號 答案是駱駝 駱駝駝駝裡面可以儲存脂肪 在沒有東西吃的時候可以分解成它們需要的養分 然後可以大概四、五天不吃東西 而且它們有濃密的睫毛可以防風沙 所以會有沙漠之舟的這個稱號 那我之前在杜拜的時候其實有近距離的看過這些駱駝 但是還真的沒有聽過它們的叫聲 第三題 等等,還有這個聲音喔 這兩個聲音都是同一個動物發出來的 那某人之前聽到第一個聲音的時候會以為是豬 然後第二個聲音以為是冰淇淋的Babu的聲音 這兩個聲音真的差很多吧 但這確實是同一種動物喔 那你可以在動物園裡面看到它 而且它們幾乎不是在睡覺就是在吃東西 它吃的東西是尤加利樹的葉子 太明顯了吧 答案是五尾熊 很多人聽到五尾熊有叫聲的時候 第一個反應是 五尾熊會叫 不然就是以為它們叫聲是那種很細小的聲音 其實還蠻大聲的 那再補充一下五尾熊它並不是真的沒有尾巴 而且也不是熊喔 第四題 這個聲音聽起來有點像小嬰兒 那它是一種動作很慢的動物 然後有出現在動物方程式的動畫裡面喔 答案是樹懶 那你有猜對嗎 其實在動物方程式這個電影出來之前 我並不知道有這個動物 那前陣子看到有人幫助樹懶過馬路的影片 我覺得也太可愛了吧 而且感覺它好像總是在微笑的感覺 第五題 它是一種夜行性的動物 而且它能夠利用回聲定位來判斷周遭的環境 答案是蝙蝠 回聲定位是說能夠藉由發出聲響 然後用聽覺器官來接受回聲來探測周圍的環境 那對蝙蝠來說它們可以更方便的捕食 第六題 這種動物的視力不是很好 那牠們特別會用叫聲來傳達訊息 但是牠們如果受到驚嚇的話 聲音會變成這樣 答案是犀牛 我覺得犀牛的叫聲跟牠的外表蠻有違和感的 那你也是第一次聽到犀牛這樣叫嗎 第七題 這個聲音聽起來蠻像鳥類對不對 沒錯 牠就是一種不會飛的鳥類 答案是 企鵝 那牠們雖然不會飛 但是可以自由的在水中游泳喔 第八題 這個動物牠的頭部很細長 耳朵眼睛很小 然後舌頭很長 大概可以長到四五十公分這樣長 答案是食蟻獸 我覺得牠長得真的很特別 因為牠們這個舌頭可以幫助牠們進食 那如果是成年的動物的話 牠可能會比人類還要高喔 那聽說去年台北市立動物院有引進喔 第九題 這是一種昆蟲 那牠在迪士尼動畫電影花木蘭裡面有出現過喔 答案是蟋蟀 那這個音效很適合放在你講完笑話之後 沒有人笑的尷尬場面 你知道為什麼壞事只能中午做嗎 不知道耶 因為早晚會有報應 第十題 這是一種靈長類動物牠發出來的聲音 特別是發生在牠們晚上睡覺很累的時候 答案是人類的打呼聲 那我剛剛播放的是我好不容易收集到的 我的枕邊人的打呼聲 你們有猜到嗎 以上就是這部聽聲音猜動物的影片 那你猜對幾個呢 你們喜歡這次的主題嗎 我覺得應該還算是蠻有知識性的影片吧 那這其實是因為我自己還蠻有興趣的內容 所以希望大家會喜歡喔 我是檸檬卷 掰掰 掰掰 我是檢查看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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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